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改变 只是关于长度的部分 我们在做这种题目 当然你可以直接算 如果说你不用算的话 其实这个题目是可以判断的 怎么说它可以判断呢 因为你看它全部都是 一个是增加20% 一个是减少20% 那么你看看这两个数目字 两个都是 一个是增加 一个减少 这里是有大有小的 这里比较多 这里比较小 如果说你长的地方增加 增加20% 一个本来它就比较大的东西 它增加20% 它是不是会增加的比较多 这个比较小 比较少 它减少的20% 是不是减少的会比较少 那么又同样都是20%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说 这个应该是会变大 判断的部分是变大 我举例来跟你讲 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是200 有一个是100 你这个地方增加20% 你是加40% 你这里减少20% 这个是大嘛 这个是小 这里减少20% 那么你是减20 你这里是增加40 这里只有减少20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还是取决于说 你原来的这个基数 它的大小的关系 如果说两个基数都是一样的 增加多少跟增加20% 减少20% 那可能就一样了 那么它现在是有大有小 那么既然是 这两箱比较之下 它会比较多 所以它的周长就会比较大 那么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会变成说 你要用算的话 你就会变成说六 六分之五 再乘以1.2 它的结果 然后呢 宽的部分呢 会是四又六分之一 再乘以0.8 因为减少减少0.2 然后这两个相加 跟六又六分之五 再加上四又六分之一 去比较大小 你这样子比完大小之后呢 同样的也会是整个地方比较大 好 这题答案是选B 需要我算给你们看吗 不用了 这里用判断的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 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也有学过这个 增分数啊 增分数 或者是增小数 所谓的增分数 增小数 都是在讲说有一个数目字 它小于1 大于0 这样子的数目字 那么乘完之后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么如果说 它是小数的话 它就会越乘越小 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提醒 还有一个是除的 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关于这样子的概念 大概在小五小六都有学 有机会我再讲给大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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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